和橙子老师一起,用黑黑噜噜学中文 第十一课,我饿了 首先,我们来复习一下上节课的内容 上节课,我们学习了身体的一些部位 口,我的口,我的嘴,耳,我的耳,我的耳朵 木,我的木,我的眼睛,头发,鼻,我的鼻,我的鼻子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生字 首先,看视频,跟我一起读 你好,和我一起说中文吧 准备好,我们就开始啦 请跟我读 吃 你真棒 再来一次 吃 太棒了 请跟我读 好吃 你真棒 再来一遍 好吃 太棒了 请跟我读 是 你真棒 再来一遍 是 太棒了 请跟我读 不 你真棒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太棒了 请跟我读 呃 你真棒 再来一遍 呃 太棒了 看视频 跟我一起写 你好 和我一起说中文吧 准备好 准备好 我们就开始啦 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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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饭 请跟我读 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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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吃, 请跟我写。 是, 请跟我写。 不, 请跟我写。 饿。 学习了今天的生字,下面让我们来学习句子。 第一句, 你饿吗? 是, 我饿。 你饿吗? 不, 我不饿。 这里的第一个步要读四声,第二个步要读二声哦。 不, 我不饿。 第二句, 他好吃吗? 是, 他好吃。 他好吃吗? 不, 他不好吃。 今天我们学习了五个生字词和两个句子。 快把你爱吃的食物问问爸爸妈妈,看看他们觉得好吃吗? 在问问题之前, 先和橙子老师一起来看个小短片。 你猜猜, 动画片里的人们,他们爱吃什么? 很多的东西 salud店里的人, 健康科学, 有 чем感写什么? 找到动画片里的人们 他们究竟爱吃什么呢 今天的关键字和句子 你都学会了吗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啦